早前太陽城集團1383 現在叫做Led Group主席盧顯日提出全面收購 但香港證監會認為作價過低 經上市及合併委員會裁定後 認為0.069元才合理 Led Group宣布 盧顯日全資擁有的major success 再提出強制性全面要約 並應證監會裁定作價以每股現金價0.069元提出全購股份 但較最初全購價0.0029元高近23倍 不過仍然較停牌前收報折讓五成九左右 之前幾百萬左右收購整間公司 現在要億多 Led Group其實在15日已起恢復買賣 昨天星期五股價偏遠 最低是1.118元 收市報1.4200元 較第一日伏牌跌了9.5% 但仍然比收購價高 現時major success持有公司股本49.91億股 相當於Led Group已發行股本總額的74.86% 公告指明 major success無意將Led Group私有化 並計劃維持Led Group股份在聯交所上市地位 並將向聯交所承諾採取適當步驟 確保太陽城集團全已發行股本 當中不少於25% 將繼續由公眾持有 是的 因為證監會不會讓上市公司 在市面流通的股份少於25% 因為貨源歸邊 很多東西都容易操控 另外公司正就已到期未償還的 可援股債券和承兌票據貸款 和第三方協商再融資 以解決違約問題 看來接了很多事情要搞 不簡單 這集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我的數片未截圖二維碼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拜拜